台东县102年春安工作协调会 14号下午在台东县警察局办理 由台东县长黄建廷主持 包括县府秘书长陈金虎 警察局长陈永利等团体代表将近90人到场参加 实际了解春节期间各单位的工作内容及互相协调资源 每年我们在这段时间 我们警察同仁 再加上我们民间的役剂 民房这些志工大家的共同的投入 都能够有很好的成绩的表现 那我们当然也希望今年 也能够持续这样的一个优良的传统 最后我也要再一次 借用这样的一个机会 表达对我们所有原警同仁 过去长时间来的努力跟成效 表达最高的敬意 尤其在去年我们获得行政院的服务品之奖 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殊荣 也获得这样的一个肯定 也真的是为我们长期以来的努力 下了一个最好最好的注脚 希望我们坚定 维护台东优良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决心 也可以在今年持续的展现出来 为期25天的春安工作实施期间 希望能够维持交通顺畅 及倾听民众需求 真正把热忱送到民众心中 把平安送到每一户家里 东南新闻温格台东市报导